我兩個兒子減肥 我常常講說 我大隻減20公斤 小兒子減30公斤 減到那麼多 那老大是我們家 飲食習慣最差的 結果他後來呢 就是離開台灣之後呢 到上海去念書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 結果那一年 他本來去之前有脂肪肝 肝功能微微上升 然後去了那一年之後 回來肝臟是正常的 然後脂肪肝 肝功能也非常正常 唯一的變數就是 沒有在 就是一學期而已 不好的東西不要碰 那我之前有一個案例是 他是一個40幾歲的 科技業的一個男生 他說他進了那間公司的 第二年開始 他每年體檢肝功能都是紅字 然後超音波看到 一定都是有脂肪肝 而且從原本的輕度 慢慢變重度 甚至到我身邊來 是中到重度 那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幫他體重從原本的80 散發的4公斤 像是在75、76附近 他脂肪肝就從原本的中重度 環節到輕重度左右 他是搭配飲食嗎 還是怎麼樣積極的健肥 其實大部分還是透過 如果未來再持續再減下去 他的脂肪肝就有極微小成輕度 甚至完全消化 小宇宙大爆發 生活煩惱一一集發 大家好 我是盈婷 年過30以後 你會覺得身體越來越不替你使喚 尤其是當你長了一點肉 你希望他長到對的地方 他總是要長到 你不想要出現的手臂 跟這顆肚子 於是乎大家下定了決心 決定要努力的減肥 而且執行嚴格的減肥計畫 你會發現 我的體脂肪也慢慢的恢復正常 我的體重也下降了喔 but 這顆肚子這顆Q 他還是圓滾滾的在那個地方 到底我做錯什麼事情 你要注意喔 今天我們講的減肥 這件事情不是減掉你的肌肉 而是要減掉這一顆球 這個討人厭的脂肪 到底該怎麼做 今天好好帶大家手把手 一起來把你的脂肪甩一邊去 好 歡迎今天加入我們兩位 當然好朋友 首先是減重醫師李陶月 嗨 大家好 我是李醫師 還有我們鄧慈姐 大家好 我也認識很多的 想要維持體態的好姐妹們 他也是常常就是 每天在量體重 可是體重上面數字 是不是有時候騙了我們 其實我們真正要關注的是 我的體脂肪 那我們講脂肪的部分 其實會分兩個方向來看 一個是所謂的皮下脂肪 皮下脂肪是我們可以捏到的東西 我們捏起來 這邊有一塊厚厚的東西 像我自己肚子有一層東西 你還有喔 你那麼瘦啦 七十來公斤 其實還是多少人 其實一般人還是 我手臂很多啦 一般有像手臂也是我們常會捏 有些女生臀腿會比較明顯 不過相對來說 皮下脂肪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它是一個儲存能量的一個構造 相對是安全的 那如果說皮下脂肪 儲存到一定的程度 脂肪會持續的長 長到哪邊去呢 就長到我們內臟附近 有些人常在我們器官內 有些人常過來我們腹腔裡面 在器官的旁邊 那這個就會是一個危險的脂肪 因為它並不只是一個 脂肪的一個構造 而是它是一個 比較像是一個器官 它會釋放很多 所謂內分泌的一些訊號 或者是一些發炎的訊號 那這訊號就會干擾到我們正常生理的運作 生理成為一種慢性發炎的狀態 那同時我們看到很多人說 內臟脂肪第一人想到就是脂肪肝 確實沒錯 它會堆在我們的肝臟 那大家要曉得肝臟附近還有一個器官叫做胰臟 胰臟也會堆脂肪 那一旦胰臟有了脂肪之後你的胰島素分泌就會產生問題 那我們常聽到糖尿病可能就會有關聯 是喔 所以我們的脂肪臀多了不是長得難看變胖而已喔 它長在你捏不到的地方 內臟裡面那個脂肪是有健康的疑慮 對 那我如果這樣講它長腹腔內 然後我也碰都碰不到 我是不是要減內臟脂肪就很難啊 像我們提到內臟脂肪大家最常聽到是脂肪肝 那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你在體檢的時候一定有看到肝功能的異常 超音波看到有不等程度的脂肪肝 那我之前有分成輕度中度跟重度 那我之前有一個案例是 他是一個四十幾歲的科技業的一個男生 他說他進了那間公司的第二年開始 他每年體檢肝功能都是紅字 然後超音波看到一定都是有脂肪肝 而且從原本的輕度慢慢變中度 甚至到我這邊來是中到重度 那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幫他體重 從原本的83-84公斤 就在七屬七十六附近 他脂肪肝就從原本的中重度 緩解到輕重度左右 脂肪肝就少了一個成績 那這時候內臟脂肪消耗就很明顯 就大量的減少 所以脂肪肝才會改善 他是搭配飲食嗎 還是怎麼樣積極的減肥 其實大部分還是透過飲食的調整 占了比較大的部分 畢竟他過去可能 大家也許真的是忙碌的關係 平常所要飲料 含糖飲料 或是下班有時候應酬喝酒 那是人生的小缺 人生的小缺 或者是大家的日常都是這樣過 或者是你日常飲食沒辦法自己準備 外食有時候也比較沒有時間去選擇 我們就吃便當 或是叫一些炒飯炒麵 你這樣吃長時間下來 內臟脂肪對的速度真的會非常快 那既然要消滅我們的內臟脂肪 吃就很重要 這一道菜其實是美國太空人的食譜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食譜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還算是營養蠻均衡的 好 那我們就先鍋裡就是放一點油就好 也不用太多 因為我們今天有洋蔥跟番茄 都需要一點點油 那我的用油量都是比較少的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先把洋蔥放進來炒 洋蔥其實看你喜歡吃的口感 那因為我是希望這次是有洋蔥的那個甜味出來 所以我們就先把洋蔥放下去炒 那如果你在家的話 你甚至可以炒到這個洋蔥 它會有點點變黃 因為那樣子的那個口感會是比較甜的 那我這個比較深的話就是還會有一點嗆味 但是就看你喜歡吃什麼的樣子的口味 那洋蔥炒一炒之後呢 我們就把番茄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番茄它有油 然後又炒得出點糊狀之後 跟洋蔥的這個味道搭配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那一樣稍微炒一下之後呢 我今天準備了一些雞絞肉 我們就可以下 其實這種菜也沒有什麼特別 你一定要哪一道先下 或者是說有什麼樣特殊技巧都沒有 你就是炒成你喜歡的味道就好了 那我們稍微炒出有一點糊狀之後 我就用一點雞的絞肉 這個你就可以直接買這種現成的雞絞肉 那當然也可以用那個豬肉或者是海鮮都可以 那我是希望比較清爽 所以我用的是雞胸肉然後去攪過 然後我們把肉炒散 那這裡的梨麥你可以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生的洗過之後直接下來 但是我個人的梨麥的做法就是我會 平常就煮一盒梨麥然後放在冰箱 我是這個放到水裡面去煮 好 那現在已經稍微有點滾 我們就把毛豆也下下來 然後我今天會放一點地瓜 因為這個地瓜稍微甜甜的 這樣吃起來還蠻好吃的 然後梨麥我們也下去 其實這個都很快 那地瓜我今天因為擔心錄影的時間會拖太長 所以我地瓜切小丁之後 我有先用水汆燙過一次 然後現在我們等一下煮起來就會比較快 然後這個你可以直接這樣炒也可以 那如果說像現在天氣比較冷 我們現在吃一點熱熱的湯 那你就加多一點水去把它煮開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時候 我們今天是希望有一點湯的味道 所以我就直接給它加一點水進來 好 那我們就可以蓋上蓋子 把它煮開了 煮熟了 其實你就是煮到地瓜化掉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的調味其實很簡單 就是鹽跟胡椒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要蓋子把它蓋起來 讓它開 好 那其實煮沸了 我們就可以煎起來 那你要知道怎麼樣的熟度 其實你大概試那個地瓜就可以 如果地瓜是咬起來是鬆軟的 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盛起來囉 好香喔 真的好香好幸福喔 這個蒸雞餐 同時剛剛敦子姐說 這是太空人的食譜 對 這是可以減脂 蒸雞減脂 對 因為他們在無重力的那種狀態下 所以他們很怕肌肉會萎縮掉吧 所以他們就有一些建議的食譜 那這個我是參考他們的建議食譜 對 有一件事很妙喔 就是它裡面有豆類 可是剛剛敦子姐有說吃豆類 一定要搭配你最討厭的東西 就叫澱粉 要搭配澱粉 為什麼 這是國健署還有衛福部他們都推薦 吃素的人 你光吃豆類的話 它其實蛋白質吸收會不好 那你要搭配一點澱粉類 那你尤其配那個顴骨類會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合起來 它的胺基酸是比較完整的 所以豆類要搭配澱粉類 但是我們的澱粉類不要吃精緻的 所以我今天配的是有什麼 是地瓜 地瓜 對 然後我們也有藜麥 藜麥有澱粉也有蛋白質 所以呢就是這樣搭配 而且它風味非常的棒 比我平常吃 就是嚼勁腦汁做的那個稀飯還好吃 真的很好吃耶 味道什麼都有色香味俱全 這感覺是天然的甜味 洋蔥的那個甜味蠻明顯的 沒有後天添加的東西 沒有 因為這裡面只加鹽跟那個就是胡椒 對 因為我今天用的有番茄 有地瓜 然後有洋蔥 這都是天然的甜味 對 所以就不要再加任何的甜的東西了 那我們豆類跟澱粉搭配 它才能夠起到讓我們可以吸收更多蛋白質的效應 對 對 那我們剛才聊天也講 然後說最近大家很流行燕麥嗎 結果剛剛不是說燕麥不配奶 燕麥要配豆漿 因為燕麥算澱粉嗎 對 燕麥是澱粉 那其實呢 那個這次大家可能擔心那個砂門氏菌的問題 但是呢 事實上一般來講 這個砂門氏菌都是在豆類跟蛋類 很少會出現在這個澱粉類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嗯 那其實我們要讓這個這個蛋白質吸收更完整的話呢 就是這個燕麥跟豆漿一起吃 那它就是一個完整吸收的蛋白質 它的氨基酸比較完整 嗯 所以我們挑好的食材也要挑好的搭配 就是讓它發揮它最大最大的效用這樣 對 所以燕麥我們就多搭配豆漿 對 它會更加成它的好處 對 那我們剛剛講說這個可以幫助我們增肌 然後減脂 那有沒有一些食物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在後面再推它一把助攻一下 燃脂速率可以更好呢 其實有些食物真的可以 而且是你買得到而且吃得到像哪些食物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有一些食物它對於我們的健康是滿大的好處 特別是說你想要著重在減重或減脂的部分 那我們第一次看到的是維他命D 那為什麼是維他命D呢 其實過去就有研究說大部分在一般人 即便不是肥胖人 維生素D就是普遍是缺乏的 而且它10個裡面大概有6到7個是不夠的 那我們自己在診所經驗發現 10個有體重問題的肥胖人 大概有9個維生素D都是不夠的 所以他們就有研究說 肥胖跟維生素D的缺乏有關係 維生素D的缺乏又會造成肥胖 所以我們都希望把它補充起來 那日常飲食有什麼可以補呢 就是雞蛋算是一個滿好的來源 香菇啊或是黑木耳 或是一些魚類 那魚類裡面就會有一些好的維生素D 可以來做補充 那有些人當然說曬太陽也OK 所以我覺得不管吃的曬太陽都去做 會讓你維生素D的量會比較高 比較穩定 有一種更簡單的說法是說 如果你身體維生素D不夠 那身體會覺得你在冬眠 因為沒有曬太陽 那就開始純積脂肪 有一種科學家理論是這麼說 那我讓這個陽光的維他命可以高一點 然後再多吃一些 多吃一些好的一個來源 蛋跟香菇 這也都是很好料理 很好做搭配的 然後好油也很重要 對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說 我們內臟脂肪 其實他不只是一個儲存脂肪的構造 他反而是一個器官 他會產生身體的慢性的發炎 那我們講好油的目的是去抗發炎 讓身體的發炎可以改善 雖然對你的健康是有幫助的 那好油我是特別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大部分外食的油 都是讓身體容易發炎的一些植物油 對 那我會特別提醒大家 不是說只能吃酪梨油或是亞麻籽油 而是說這一類的 比較多元的不飽好的脂肪酸 歐美加3歐美加9 反而對於你身體的抗發炎是比較有幫助 而且在日常的外食的飲食內容中是很缺乏的 你身體脂肪酸比例是不對的 都是歐美加6比較多 讓身體容易發炎 對那有想說一天大概吃幾次這樣的好油 或者是說量要到多少 量的部分 因為油脂我們比較難去做估算 那我會特別提醒觀眾朋友就是減重的時候千萬不要吃水煮餐 如果你有吃水煮餐習慣的 水煮餐感覺就是比較沒有油的負擔 反而這樣是不好的 對身體沒有油脂去維持身體的正常的生理的運作 會差蠻多 其實大概這個美國心臟科醫學會他的建議的話 是兩湯匙的油 就是你一個人大概有兩湯匙 所以如果不確定今天到底攝取的好油量夠不夠 我可能乾杯吧 其實我們可以吃一點酪梨嘛 對 或吃魚裡面就有好油了 對 或吃一點堅果裡面有好油 對 所以喝油我覺得有點難喝 但是吃這些酪梨啊堅果好像比較容易 對像我有一些好姐妹都準備沙拉 就把好油淋上去 就是確保自己至少要攝取某個程度的好油 而且其實我們日常像剛才講到鮭魚啊 鮭魚啊這些 秋刀魚都是也很好的油脂來源 而且同時可以攝取到蛋白質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就一鹹二狗啊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美了 棒子來開內臟脂肪 對 這其實強調的是我們講內臟脂肪 跟我們的壓力會有關係 那我們很多人其實只要熬夜啊 或是日常工作壓力很大 你的小腹就會越來越大 那我之前有案例也是這樣 就是一個新手媽媽 她白天要工作晚上要帶小孩 當然小孩有自己的時間 當然就是要追個巨華的手機 對啊 小孩好不容易睡了你怎麼捨得休息 有自己的時間 對啊 那當然越追時間就越晚 睡眠時間越來越少 那壓力很膜就開始不斷的上升 不斷的分泌 睡眠時間就變得很短 那壓力很膜開始失調的時候 你的血腸就不好控制 脂肪就堆在你的小腹的地方 那怎麼樣去穩定你的神經呢 我覺得日常飲食 去攝取這個鎂離子是很有幫助的 鎂離子 這些東西很容易取得喔 堅果啊 堅果 或是一些深綠色的蔬菜 或是顴骨類其實都會有 我跟唐老師講到 你多吃一些好的穀物 其實也蠻有幫助的 我會竟然煎堅果 菠菜 我是地瓜葉也可以 糙米這些都ok 那還有辣椒素喔 我吃辣椒素可以幫我甩開內臟脂肪 這講的是我們辣椒素會去 啟動我們身體一些開關 那這些開關可以讓我們代謝增加 體溫會上升 很多觀眾朋友想到是辣椒素 就是要吃那紅色很辣辣椒 其實不盡然 你吃這些甜椒青椒紅椒 它也都是屬於番椒家族 它裡面也都會有辣椒素 或者是我們平常烹調的時候 用一些鮮香料 胡椒花椒七味粉 這些都ok 那或者是 其實看堅老師料裡面有放那個洋蔥大蒜 那些其實都會有幫助 喔那就是很好 那加胡椒又提升風味 對然後讓自己的代謝其實某種程度也會上升 那這個是日常飲食就可以做的 不用刻意的去做一些營養的補助 如果你真的要吃提高代謝薑黃也ok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是蛋白質 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 其實適度的蛋白質攝取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環喔 那我到底要吃多少蛋白質 因為我們後來覺得有研究說 就是飲食內容中 你只要增加蛋白的攝取 你的內臟脂肪量就會是偏少的 好去觀察一組人 就是你飲食中把蛋白質量提高 你的內臟脂肪量就會比較低 腰圍就會比較細 所以蛋白質是有蠻神奇的功效 再來就是它建構我們身體的肌肉 修補我們的組織 維持我們荷蒙的運作 這個蠻蠻好的一個營養的重要來源 所以我每一餐裡面蛋白質 寧可多攝取一點 反而降低我吃整餐的量 而且他對我的好處比較多 對啊 其實像很多人日常飲食當中 你吃個便當 可能就飯占了大部分 那蛋白質可能小小的一格 而且還是炒了肉絲 炒了一堆東西 其實實際上蛋白質量非常非常少 甚至有些長輩他們 就跟他頓時解教 他們平常就是青菜配白飯 幾乎沒有任何的蛋白質 所以普遍我們蛋白質量有時候 攝取都很少 對其實有一個算法 然後這個國健署 以前是女生的話是五十克 男生六十克 但是現在今年開始 國健署建議女生要吃到六十克 男生要吃到七十克 可是呢我是按照體重來算 因為我是活動量中等的中老年人 那就是體重乘以1.2克 那甚至如果你是那種比較年紀大 開始積少這個 你可能要吃到1.5克 那像那個重力訓練 運動的人 那你可能就要吃到兩克 體重乘以兩克 像我是五十公斤 那我就要吃到六十克的蛋白質 那其實很容易 你一個四目魚肚大概就四十克 一個雞腿差不多四十克 一顆蛋是六克 一杯豆漿是十三克左右 所以其實你把它分佈在三餐裡面吃它 那蛋白質也不能夠就是說 就是一直都只吃蛋白質 不吃別的 因為這樣子腎臟負擔也會太大 像敦子姐您家的公子也是 內臟脂肪減得還蠻有不錯的效果 對我兩個兒子減肥 我常常講說我大概減20公斤 小兒子減30公斤 減到那麼多 對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子是那個 那個時候是要高三要聯考的時候 他其實進去腹中的時候還沒有那麼重 然後出來的時候一百公斤 然後現在七十公斤 那老大是我們家飲食習慣最差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家也沒有人在喝含糖飲料 他上大學的時候就會跟著人家喝含糖飲料 結果他後來呢就是離開台灣之後呢 到上海去念書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沒有含糖飲料了 就那一年他本來去之前有脂肪肝 肝功能微微上升 然後去了那一年之後回來肝臟是正常的 因為脂肪肝肝功能也非常正常 唯一的變數就是沒有在喝含糖飲料 對就是因為沒有含糖飲料 這台邊飲食是差這麼多 對就是一個含糖飲料 因為其他吃的都差不多 就是他只戒掉含糖飲料 就差這麼多 就是他本來是有輕度的脂肪肝 然後肝功能已經開始上升了 然後結果就是戒掉了 就是一學期而已 不好的東西不要碰 你就可以得到健康 所以我覺得減肥有時候 我剛剛自己在跟李醫師說 其實我覺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含糖飲料先戒掉 對 這個是蠻危險的一種日常的習慣 對對 那我們剛剛分享那麼多 就是我們做得到 而且是很輕鬆可以染指的好食物 剛剛段時間也教我們料理 那我們現在也是商周刊 商業周刊裡面有兩道料理 這應該很容易可以烹調可以料理 就是這個鮭魚蛋炒飯 我覺得這個蠻棒的 而且他用糙米啊 就是你們剛剛講的很多東西 對 然後蛋你剛剛說的維他命D有啦 鮭魚也是一樣 鮭魚有好油 對 洋蔥 蔥類的都算是蠻好的一些來源 有些好的質化素 對 有質化素 有那個辣椒素 青蔥 然後綠色的蔬菜 青薑菜 鮮油脂 好的油 橄欖油 看起來不錯 看起來不錯 這樣也不會過度攝取這個所謂的澱粉 對 而且他那個鮭魚的油脂香味炒 炒到它炒米裡面之後應該會蠻好 蠻好入口的 其實我蠻常炒鮭魚蛋炒飯的 因為有時候太忙了 就用鮭魚蛋炒飯 對 但是我會把那個飯就是一半換成那個花椰菜 白色的花椰菜 這樣去炒的話飽足感又更高 而且又有一些蔬菜的好處在裡面 就會更多 但他這裡用青鋼菜 我覺得也是一個好處 因為在你燙過之後 然後再把它切碎 拌起來 其實炒菜就是有點像那個上海菜飯 蠻好吃 脆脆的那種口感很棒 那這道料理可以學起來 還有另外一道 烤雞腿排加炒菠菜加烤地瓜 看起來非常的邪操 你去餐廳吃 大概也了不起一整盤的煮菜上 也差不多是這樣 去骨雞腿150克橄欖油 不錯 我們要好油 菠菜啊 蒜頭啊 意識香料跟烤地瓜 他有放了一些青椒甜酒 我剛才講了一些好的一些 植化素的來源 不過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就是地瓜量要稍微控制一下 很多人以為地瓜是一個原型澱粉 那就一直吃 其實我最近才剛好有一個病人回報 給我說 他吃了地瓜之後 他血糖就沖到190 正常大概140 130 他是沖到190 那所以分量上的控制 真的要非常多 因為我們現在地瓜真的是 太甜了 口感非常香甜 所以大家吃的量很容易就會失控 然後越來越刷水 對啊像如果110克 大概就是我們去便利商店買 選那個size最小 秤重最便宜那個size是最適合 這樣就110克囉 110到140 所以你就選那個最小顆 像你的手這樣 Colcat這樣差不多是100克 那我覺得乾脆抓一個拳頭 跟我們水果量一樣 就一個拳頭 每個人拳頭這樣會 對 有人拳頭帶 有人拳頭笑 我們家每天早上都有地瓜 我是怎麼樣做 我是地瓜買回來之後 我就把它削皮削一削 然後就直接用電鍋針 那真的之後會濕濕的 我就用烤箱把它烤乾 那我是買這種一條地瓜的話 就是切對半 我跟我兒子一人一半 這樣就不會過了 接下來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稍微要運動一下吧 動一動很好 那每天花15分鐘 就可以讓你達到體態更好的狀況 今天李醫師在帶我們做三個動作 好今天要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三個動作 那你只要把三個動作結合起來 搭配高強度的時間運動 以及間歇的休息 就可以達到一個高強度間歇運動的效果 那我們是哪三個動作呢 第一個是所謂的深蹲 那深蹲的時候 如果你體力或是直行上動作可以負荷 你就可以搭配一個跳的動作 達到一個更高強度的運動 那深蹲怎麼做呢 我們先讓自己的腳稍微打開 跟你的寬部是同寬的 那記得喔 我們這個深蹲的動作要用你的臀跟寬 來啟動這個動作 而不是用你的膝蓋 所以做的時候呢 一定要先讓你的核心能夠穩定的收緊 然後開始用你的臀腿 想讓它往後往下拉 往後蹲下去 好 那蹲的程度就看你自己能夠負荷的狀況 有些人如果剛開始做的時候 也許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覺得自己的力量還OK 比較熟悉的之後 你就可以往下蹲 盡量蹲到與地面平行的地方 再起來 再示範一次喔 用你的臀跟腿來啟動這個動作 那你雙手呢可以放在胸前 或是放水瓶也可以 讓自己達到一個平衡的效果 跳的意思就是說你到底下要起來的時候 用你的臀腿發力往上跳起來 再示範一次 深蹲 跳起來 這是一個深蹲跳比較進階的動作 第二個動作就是所謂的高抬腿 高抬腿做的話 也是根據你個人身體的體力狀況來決定 你可以把手放在這個地方 或放在這裡 你可以來決定你要放的高度是哪邊 盡量不要用手放下來去碰你的大腿 來示範一下 盡量讓身體打直 用腳啟動來碰你的手掌 再間接一點可以放高一點 以上動作你都覺得還算蠻輕鬆的 你可以讓自己跑起來 這樣的強度就可能會拉高 第三個動作是所謂的弓箭步 弓箭步的做法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你要用你的後腳去啟動這個動作 好 一樣在做之前先讓自己的核心先穩定 然後雙腳大概跟你的寬部是同寬的 跨出去之後你的膝蓋跟你的腳尖的方向盡量要一致 然後用你的後腿來帶動這個蹲的動作 好 我們再示範一次喔 你也可以分腳來蹲 一樣用後腳來帶動蹲的動作 而且要達到一個90度的角度 前腳盡量打直 而且膝蓋方向是一致的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三個動作 大家都學會了嗎 45秒 左盆 左盆 右盆 左盆 左盆 右盆 左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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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就akukan那個合作的 1分钟 其實這個搭配起來30秒加上30秒是1分鐘 所以我們三個動作完的時候是3分鐘 你現在可以做5組 都是大概15分鐘左右 這樣效果其實就非常厲害 要維持健康以及維持健康的體態其實一點都不難 其實從你每天醒來的第一頓飯早餐就可以做一些調整 頓慈節數十年如一日 你都怎麼調適你的早餐 我其實早上吃得很簡單 因為我覺得媽媽不要太累 早上起來不要慌慌張 所以我平常會燙一些芹菜 芹菜 對 就是西洋芹 那你其實很多人是做沙 但因為我不吃生食 所以我會把它切成大塊 很大塊 然後就是把它就是水開之後燙過之後撈起來 那其實芹菜本身就有味道 所以我建議不要再調味 那我就會用保鮮盒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因為我們知道晚上過了7點之後 吃水果很容易脂肪跟血糖也難控制 所以我們家其實水果是早餐吃 所以我會早餐會有一些西洋芹 然後再加上一些水果加優格 然後我會吃一點堅果 兩個白煮蛋 然後再加上半條地瓜 還有一杯黑咖啡 所以我一般我都不在外面吃早餐 為什麼因為我覺得說我的早上是很重要 那我要吃到足夠的營養 所以我一般我都是一定要在家吃完早餐才出門 那為什麼挑芹菜 不挑地瓜葉挑一些其他的芹菜 因為你平常這個如果說是地瓜葉 你一定要早上起來燙 我覺得這樣太麻煩了 我希望早上起來我就不需要開火 那就是直接 那前一天就燙好冰起來嗎 我其實是燙一個禮拜的份 一次一個禮拜 對一次一個禮拜 那你就冷藏嗎 對冷藏啊 因為芹菜冰的很好吃喔 對你就吃起來就是脆脆的 對對對 然後你吃起來又有飽足感 所以我是希望早上起來就不要太慌張 因為像水果就前一天先切好 那隔天早上就放兩大匙的優格 那其實堅果不用嘛 那白煮蛋 對對白煮蛋你就放到電鍋去煮 所以呢其實早上起來我就是很悠閒的 天起來很豐富 準備起來很輕鬆 對很輕鬆 然後芹菜一次就準備一個星期份 那你用開水是稍微滾水下去燙一個 還是說弄個三分鐘 沒有我就是水開之後放下去 在開的時候我就把它撈起來了 就是第二次開 第二次滾的時候就撈起來了 對然後就煮一個殺菌 對對對 因為我不吃生食嘛 然後它其實這樣又維持脆度 然後呢我覺得它的這個味道也是好的 對這樣聽起來不只是看起來很豐富 其實吃起來口感也很豐富啊 然後芹菜又有一種不一樣的口感 脆度都很好吃 對那如果說我們早上起來吃的健康 其實一整天也會心情愉快 但有一些食物千萬別碰 它是絕對的地雷喔 你的內臟脂肪就是他們害的 人是誰大的咧 就在這裡奶精 怎麼會列在裡面 奶精齁其實還是建議大家直接喝那個牛奶 會比奶精好 因為它奶精其實就是一些比較高的油脂 所以比較不建議 那以前早年的時候奶精的做法 其實它是反式脂肪比較高 但是現在這幾年它好像有更改過 因為現在有一些規定 但是是否符合規定我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呢其實我還是建議 如果你真的要喝奶茶類的東西 你真的用鮮奶 不要用奶精會比較健康 因為反式脂肪它也是會很刺激脂肪的 我們身上的那個肥肉啊脂肪的生成 其實反式脂肪跟內臟脂肪合成 已經有很明確的一個研究告訴我們 再來就是說 對於膽固醇的上升 甚至最嚴重的是 讓你的血管彈性會變差 所以反式脂肪會 我們要非常的注意 那什麼東西會有反式脂肪 像除了我們剛才提到奶精 有可能會有以外 其實房間你只要吃起來很香的 很酥的很脆的 幾乎都有可能會有這些東西在 那甚至剛好最近有個新聞 就是衛生局他們去抽查 美乃滋奶精也都有查出 裡面有反式脂肪 即便它標示是零 或者是它在某種的量以下 它可以標示是零 那實際上都是超標的 那如果是零的話 就很少很少很微量 我吃那麼一點微量 也會幫助脂肪生成 對而且它實際上雖然是零 但是還是有 只是它沒有明確的一個標示 所以我還是盡量避免 像美乃滋奶精 或是吃起來真的很香脆的東西 有反式脂肪的東西 酥的啊等等 因為為什麼反式脂肪可怕 因為我們人類油脂 我們的油脂是順勢的 它其實有時候高溫的過程 會讓油脂反染過來 像有時候有一些高溫油炸的東西 它事實上會有這些反式脂肪酸的 對 所以它就是一個幫兇 離開它 反式脂肪奶精 再見 手搖引的糖 鄧子姐 這個我們已經呼籲很多次了 雖然我們同事非常愛喝 所以剛剛正想點 被我們遏止了 手搖引裡面的糖 是很不好的東西 那以後點無糖會不會好一點 如果你真的沒辦法的話 你就點無糖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像我們有時候 那個這個無糖珍珠奶茶 其實在那個 我忘了是董事基金會 還是誰驗過 其實它無糖珍珠奶茶裡面 還是有很高的糖量 我記得好像還有 二三十克以上 二三十克 大概一顆方糖五克 如果三十克的話 就六顆糖了 那怎麼欺騙我們感情說 無糖珍珠 因為珍珠裡面有糖 而且珍珠是有糖液過 對它為什麼珍珠煮完 你一定要半糖 要不然它會疊成一球一球的 所以它這個半糖的 還有一些像有一些 特殊的那些什麼 口感的什麼椰果這些 它可能都要糖去蜜過 對 它還好保存 就調配啦 有時候點餐就說 那我就微糖啊 一分糖 一分糖也是糖 對或者是有些人說 焦糖黑糖會不會好一點 其實那反而是有去焦化過 會對健康風險更高 對對不對 我覺得聽起來黑糖 感覺比較舒心一點 所以其實也是不好的 而且一分糖相當於一碗飯 如果你再加料的話 量會非常驚人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替代的方式 可以做調整 替代可能因為上料的部分 要選一下啦 愛玉如果是天然的會好一點 起鴨子增加一點纖維 也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倒是覺得可以 如果真的想喝飲料 也許從無糖茶 咖啡或是氣泡水 加一點檸檬 我覺得都蠻不錯的 油炸物絕對不能碰啊 油炸物真的 可是年底的一些有時候應酬 大家會約說要吃個燒烤啊什麼的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啦 油炸的東西其實真的就有一些香味在 坦白講我自己曾經看過那個 可能還有反式脂肪的食品 我必須說全台灣最好吃的東西 都在這個反式脂肪的範圍裡面 所以這個怎麼辦呢 其實大概我們就是外衣真的很想吃的話 有一些解毒劑 像我們永遠不要忘記 你吃這些所有的這些東西 不要忘記我們的好朋友是誰 就是綠色的蔬菜 這些高纖維的東西 可以讓反式脂肪趕快代謝掉 燒烤很好吃嘛 烤的東西就很香 但是這個燒烤它的解毒劑還是告訴大家一下 燒烤的東西你配個大蒜還有水梨 這個水梨其實有一個蠻好玩的研究 他們韓國做的研究 把這個小老鼠灌在燒烤的燕霧裡面 然後就發現他的身體受到很大的傷害 結果他們就給他餵一點水梨 發現有毒物質很快的代謝掉 所以他就發現到水梨吃燒烤的人 就可以多吃點水梨大蒜這些 在中國大陸不是有燒烤層嗎 他們就會建議吃點水梨 這蠻有趣的 切一盤水梨一口燒烤一口水梨 但是還是不要忘記 深綠色蔬菜也很重要 是最好的朋友 那油炸類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這些薯條 這些會產生丙溪溪胺的 澱粉類的這些東西 那一般建議這個丙溪溪胺的解毒劑 又有大蒜 還有呢就是藍莓 還有深綠色蔬菜 其實我常講 我們吃這些油炸的東西 一定要記得配一點這些蔬菜水果 那這些這個怎麼 凡是脂肪可以代謝掉 但是呢重點是 油炸的蔬菜不在這裡面 你不要去點鹽酥雞 點鹽酥雞 然後呢 我又點了這個什麼油炸四季豆 油炸的這個花椰菜 因為這個蔬菜去炸的話 事實上它反而更容易吸這個油脂 對所以呢 要吃的是這個比較沒有炸過的蔬菜 那你兩樣都有大蒜嗎 我要生大蒜還是 我也可以炸一下大蒜 很多鹽酥雞都把大蒜拿去炸 好好吃喔 大蒜就還是不要炸 都不要炸 對但是其實也可以自己烤一下大蒜 就是整球的大蒜 把那個上面切點掉 然後直接用微波或者是這個烤箱 稍微烤一下 那大蒜是ok的 其實你不要烤太久 然後溫度定在120度之下 然後烤一下 其實你就可以一個一個用那個叉子 就可以挑出來 其實這樣很好吃 你不用自己剝半天 用叉子把它挑出來 你就蓋子上面切掉 又好吃又可以幫忙解毒 對然後用微波蘸一下也可以 用微波也可以 微波個40秒 你大概用 我是因為我沒有很特別喜歡那個蒜味 所以我大概會弄到一分鐘 對 這樣蠻好吃 會軟軟的 就不會說那麼硬 然後那麼辣 對 不要吃得下去 像我就很喜歡辣就沒關係 但有些人不喜歡那麼辣的話 就可以稍微微波一下 那再來是精製澱粉了 林醫師精製澱粉 真的我們現在已經分享過那麼多減肥的方式 好像他真的就是要把它拒之門外 對 對 身體的負擔會蠻大 因為我們大部分想到脂肪 想到都是油 吃太多油 吃太多肉 才會變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澱粉是一個蠻大的關鍵 特別是精製澱粉 那精製澱粉的意思就是說 你吃下去之後 讓你的血量上升 血量上升之後 胰島素要大量分泌去處理這個血糖 那一旦你一直不斷的在攝取 或是量比較高之後 你的胰島素作用就會非常強 有一天胰島素失去作用之後 就開始幫你大量合成脂肪 這變成糖尿病 那時候你內臟脂肪量就會高得非常近 所以精製澱粉的量 我個人會覺得非常的戒慎恐懼 量真的要非常減少 讓自己一口過過癮就好了 或者甚至就不要吃 我們有那麼多的選項可以去做調整 對不對 其實我們常說你先把蛋白質吃夠了 把纖維質蔬菜吃夠了 其實後面你的空間也有限 你就不會讓自己去想要吃 一碗的炒飯 一碗的炒麵 或是一塊鬆餅 我們剛剛也用藜麥去換了 那麼多可以替換的澱粉選項 那如果真的在減重期間 就是這麼的忍不住 雖然發呼情直呼禮 但是我真的忍不住嘴殘了 有沒有一些滿足一下小確幸的食物 也是有啦 好 那其實減重過程中 千萬不要用意志力去跟他對抗 因為我們大部分意志力 都是很薄弱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樣 所以還是有一些小方法可以來吃 我們盡量選一些圓形的安全的食物 那這邊給大家分享一下 像堅果或是毛豆啊 或是喝一點無糖的豆漿 我覺得都不錯 因為裡面都有一些好的植物性的蛋白 你會有飽足感 又有纖維質 再來就是像茶葉蛋 我們剛才提到一份裡面 可能就會有六到七顆蛋白質 也是一個很好的來源 甚至有一些維他命在裡面 那巧克力很多人會問說 到底可不可以吃 其實你只要選濃度夠高的 都是不錯的選擇 記得要濃度夠高 不要吃那種50% 裡面都是吃糖 或者吃一些不好的棕櫚油 那個85%另外15%就是糖的意思 所以就等於少糖的巧克力糖 但是還是有糖喔記得 其實我覺得90%的蠻好吃的 但是苦味會比較重 對但是其實那個苦味吃起來 還蠻有特別的風味 真的有些人100%吃起來 嘴巴會有那種甘醇的味道 有些人會喜歡 要吃的 可是我覺得過了那個苦味 才會有那種甘醇的味 哺 哺